Hello,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收看今天的小薇报告 那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名科技博主 但是今天的视频可能跟以往有一点点不一样 今天我们不聊数码产品,我们来聊一聊新冠疫情 那我是一个从小在西安长大的人 我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 我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 但是最近西安的疫情确实非常的严重 我们所有的小区进行了一个封闭式的管理 我们没有办法出门 我们每天都要去做一次的核酸检测 首先在最开始告诉大家 我现在非常的安全 我们小区也没有出现类似的病情 包括食物物资我们这里也非常充足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 但今天拍这个视频 主要还是有一点点想分享的 因为最近真的很严重 大街上可能都没有什么人 大家知道除了我是一名数码博主以外 我还是一个公司的员工 我所在的公司就是风雨科技 今天也是收到了公司给我们寄来的一大箱子菜 我真的想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因为最近其实大街上都完全是封闭的一个状态 其实很多包括我们的外卖也好 物流也好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到达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收到这么一箱子菜 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感动 所以说也是趁着这个机会 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隔离的情况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收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菜放出来之后 菜品还是非常多的 无论是芹菜 皮蛋 莴笋 杏兰花还是一些调味料的种类其实都有 我觉得这个可以供正常的家庭 一周的左右的一个食用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感谢公司送来这些菜 其实能够保证我们大多数的同事的 这么一个正常的生活 OK 菜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真的总类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觉得真的是想象到的想象不到的都有了 也是非常感谢公司在这个时候 给我们送上这些菜品 我这边的情况还好 但是据我所知有很多的同事家里面 可能已经没有多少菜了 可能吃饭都困难 所以这个时候这些菜对他们来说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那也想说两句心理话 就是最近西安的疫情的情况 希望大家真的积极的遵守核算检测也好 遵守社区的规定也好 我们一起配合好政府 配合好国家 我们一起掳掠 希望这次的疫情能能早日过去 也希望每个人能在家里面吃了开心 健健康康的 我们下次见 另外希望下次给大家分享的时候 能给大家分享科技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拜拜 拜拜 拜拜 謝謝